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书叫《湾正旗》的一篇文章 我们走个开始的档号 我们在天上的佛神祝我联名和带领和帮助我们 愿主 看过我 然后真的是做事敬业 敬畏神 尽量在生活当中的小心谨慎 做了灵敏和看过帮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气 我们就汪正旗先生 我们之前学过他的 夏天关于夏天的文章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读书先读了 您的汪正旗 汪正旗 一辈子活了77岁 江苏 高友人 然后 1926年 小学毕业 然后在民国时期读的 中学和大学 是毕业于 那个 西兰年大 他家比较 有一点钱 社商比较有钱 否则怎么能不能读这么多书 在大学期间 到昆明 西兰年大 受过很好的教育 文章选得很好 老人家呢 不是那种很有崇高理想的人 不是崇高理想的人 经历过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看一下 简历 我还查一个字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这些同学的名字叫王子 学员老师 我有没有读错 老师查一下 我心里特别不安 跟语文老师把人家的名字给读出来 不太好 稍等一会儿同学 我查人家的名字 我才读一个名字 我还有没有读错 没读错 是王子学 对对 把你的名字读出来 太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那边暗了 然后呢 搭了大学基建 大家知道 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什么 是什么大学 大家知道 中国最好的大学 有谁知道吗 中国最好的大学 清华 清华是好大学 但不是最好的 在中国 包括清华和北京 是好大学 但历史上面 不是最好的大学 那同学还知道吗 猜一下 那同学再猜一下 在今天为止 没有一所大学 超过的 包括香港的 香港的中文大学 台北的台湾大学 台大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超过的 你才是哪一所大学 西兰联合大学 大家知道吗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那同学不知道 来我这写了 看我的鼠标 同学们 考上了西兰联大 西兰联大是什么意思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海大学 还是叫什么大学 还做大学 我忘记了 还是上海的什么大学 什么 盛与汉的 我不知道 一种私属大学 连在康日战争的过程当中 他们呢 还是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 都前一道 昆明联合办学 没一起做大学校长 张伯林原来是南海大学的创始 他自己退去二线 这些教授也是这几所大学 他就做的条件是中国历史上面 大学条件在差的 那个屋子上面可能还飞机在轰炸 日本人的轰炸下面的学生在读书 而且教材带来什么 有些教授已经忘记了 叫老师把教授给背下来 并且上课 老师通过背上交产跟你上课 当然他也不需要背上了 就只一个人在这后版上写 那些实验器材呢 要成南京了 或者说什么 给一个驢子 一个马 给他拉过去 因为大学学研究器材 这种环境下面呢 中国你能够想到的 这一百过去一百年来 在杰出的人才 就是这所大学培养的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或若贝化学奖的 杨正道 李正道 李正道 杨正宁 还有那个叫什么 或化学奖的那个 叫什么荷兰的那个什么 我就问了其他人名字给卡住了 都是那个大学培养出来 中国的科学院是造什么两担一新的 有五十多个是他在大学培养出来 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精神 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当时的学生还是老师 他们都不是为了钱读书 他是为了这个民族 还有民庭 他有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虽然不是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有信仰 有追求 愿意付代价的去读书 那个教授 比如说每一期白天上课 晚上的老婆 搞的东西 饭的东西在街上去卖 这样子才生活 所以这种精神竟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种精神我都没有 我很惭愧 中国老师 那就不是为了钱 你有什么钱对不对 也不是为了理想 理想虽然是叫做中华民族的明天 蒋介石讲了一句粗话 很难听的粗话 国家可以亡 因为国家可以复兴 但文化不能亡 文化亡了怎么样呢 现在就是这讲漫娘的话 什么都完了 他就是说国家生命的钱 那个是 政府就拨款了 别的地方开支可以省一点 拨 拨款不是拨到新来年大 这新来年大老师怎么反应呢 你猜 我不知道 大概是20万大洋 国民政府拨款拨到新来年大 也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中华民族的什么呢 种子嘛 对不对 种子你不能够玩了 对不对 国家明天还有 我们当兵的可打死 没关系 可以生孩子可以生嘛 对不对 但是文化你不能够玩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大学的反应 我今天可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把钱推回去 不要钱 因为现在国家危急 我们苦一点没关系 钱能省得这省 20万大洋 告诉大家 那告诉大家 一年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个大洋 一个普通武汉上海的工人的工资 是一块大洋 大概只1000块钱 20万大洋 全部都退回去 不要 你想想这是些什么人在读书 他们是为钱吗 为加拿大人 都去美国过好日子吗 不是 为了这个国家的兴望 我是很感动的 搞教育 所以我们理想 我就很惭愧 我就是一个老师很惭愧 我就确实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去办教育 有这种精神搞教育 有什么教育搞不好 我命都不要了 对不对 我们遇到就困难了 现在人贪图享受 今天早上我妻子和孩子们 刚刚联秀 带他们做家庭敬拜 我就感到很惭愧 我们对主的事工 太不热心 对主托付给我们的拾责任了 我们连外邦人都不 那我们也如为希腊年大 这种教育精神 我们因为一个搞在家教育的 遇到没有英语老师 没有好的科学老师 觉得怨天忧人 遇到点点困难了 教会也不帮助我 你看我怎么搞下去 是的 是教会没有帮助你 上帝呢 我们有什么自我牺牲的精神 你哈佛大学 你知道这处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哈佛大学是很有钱 走世界的路线 这处在哈佛大学 就是跟哈佛的人分类分类的书 就原来叫剑桥的地方 他原来叫剑桥大学 不叫哈佛大学 把它改名哈佛大学 而牧师家里的藏着书 不分类出来 那么这是艰难创业的 对不对 万整齐就这种条件上面受到中文教育 给大家讲一下 当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理想 他追求的是地上的国 很左的 都基本上都是很左 看来沈丞文 郑郑托 还有汪振齐 他们三个人 都是很好的朋友 办了在学生时代 就写小说写复仇 在山海后来抗战胜利以后 又办了文艺复兴 跟着这些小说 这就是这么来的 他们的这理想 是地上的 所血气的 我们属天的理想 属天的追求 能不能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 能不能为教育付点代价 为我们的下一代 为我们敬虔的后裔 我们要培养种子 我们可不可以做点牺牲 我们为基督的国努力 可不可以 汪振齐先生 就这种教育上面 成长起来的人 这些文章 我一起之前 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 五月份 我忘记了 跟大家讲过 然后他这个人 因为是比较左的 他就是跟我们的党 跟我们的党中养 中国共产党 是走一条路的 1957年 在反越的斗争中 他会定为左派 他三个孩子 看到吗 60年摘得了左派 右派的帽子 就在农科所搞工作 他这个人就比较精明 比较精明 他尽量写的一些文章 都是一些生活化的 跟海雷威很多作家 但是他写的文章 有个优点 语言非常好 我给大家讲过 之前他写的文章 优点 我们学过 我把大家给他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学的文章 夏天 记得吗 王振基先生写的 夏天 夏天很舒服 早晨很舒服 然后呢 紫紫花 还有什么 白兰花 猪兰 他现在好多个花 还记得吗 夏天的这些鲜花开放 马线草 还有吃的鹅鸽 都显得很温馨 这些语言 让大家超过了 还记得吗 还吃了一次 这些文章 他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上回来 讲了他的优点 他语言非常短小 形狠 成本了各种活泼的管语 这是中文 典型的优雅的中文 典型优雅的中文 不像我们建立 基督徒翻译的那种书样的话 读起来你累死了 头疼欲裂 一句话读 三四个字 读得你喘不过气来 然后呢 用英语式的语法写中文 别扭 就像你口里头含着个东西 跟你说话一样的 我比如说肖老师 吃个什么东西 跟你说话 我额头比喻一下 就比喻一下 同时吗 语言就这种语言 对吧 但是英语式的中文 就这种语言 现在嘴里头含着一块萝卜 或者含着一块肉样的 跟你说话 你听起来很别扭 就很难受 你读起来很难受 你用英语 就用英语式的 英语形 英语对吧 你用中文 就用中文式的中文形 你不变得两个东西 搅在一起 就不好玩 对不对 我经常用一个笔子给大家讲 大家都要上厕所 都要吃饭 你不能把厨房和厕所 修在一起 上厕所 也是个正常的生理需要 吃饭也是生理需要 你不能把这两件事 凑在一起 这几个 很恶心很难受 英语也是好语言 中文也是好语言 你不能把这些脚在一起就麻烦了 土不土 羊不羊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推荐汪振齐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也没有崇高的理想 我想泰克尔他们把人性描写的怎么样 那么到位 那么实情花意的 这表现出来他没有 他也没有乳性那么尖锐 他也没有胡适那种的 对学术 对西方的这种教育的把握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断的改革 他没有胡适那种东西 那种领导社会潮流进行改革 汪振齐先生都没有 他绝对不是鲁星式的尖锐 还有胡适的这种时代的这种领袖气质 文化的领袖气质 根本有了泰克尔的思情花意 他没有这种水平 但是他的优点是什么 这种我们学习优点 他语言短小惊悍 是这种活泼的地道的 优雅的又通俗的中文 你学习他的语言与文法 这就学对了 我们看人的优点 对不对 你找人的缺点 那谁都不学 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 陷入一种北矮自连的光景 这别人谁都有问题 张牧师有问题 李牧师有问题 李作家有问题 张作家都原来是有问题 没错 都是罪了 但你学习的优点 你学习的优点 你不是要找问题 找问题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让我们自己变得很骄傲自大 没意思 第二 他都很真诚 这个人他写的文章 没有高大上的内容 都是一些生活上面吃喝拉撒 夏天有什么好吃的 冬天有什么好玩的 那里的分土人情 那些女儿这里面 他有没有 但是很真诚 我就很欣赏这个 我也是很普通的 我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 甚至出过几本书 但是在国内 东北人卖不了多少钱 也是个很普通的人 那普通的人 你自己很普通 要求别人很伟大 很不可能 对不对 当然他的缺点 除了 他只是享受这些生活的美好 他的造物主 在创造万物的神 他没有感恩之心 他也不认识这位神 这是他的不足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这文章 也是这样的 他的优点也是这样的 而他的缺点也是这样的 我们来读一下 当然今天的优点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的人的生命有一种同情 一种含蓄的同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人有一种含蓄的同情 同情一个什么人呢 一个女人的同情 一个舞蹈演员的同情 辽宁省省委书记 以前是毛泽东的侄儿 叫毛毛啥 有一个卡住来信的名字 然后拿家长人来告诉我 叫毛什么 毛泽东的侄儿 拿家长人来告诉我 原来梁文艺省省委书记 梁文艺省省委书记 东北区的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 这叫毛远欣吗 毛远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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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一些名字 有一个长期不说了 那个名字 我卡住了 毛远欣 毛远欣胡作非 毛泽东死了以后 他长在四人帮的一部分 就给他的职务 全部给在邓小平时代 已经解雇了 这个人在生活方面有点流氓 还有张志兴是他杀死的 共产党优秀的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党很忠诚的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批判了毛泽东一些错误的 就是说了一下党员嘛 不是一个党员生活会议 他讲了一些毛泽 张志兴一个女子也长得蛮漂亮的 先奸后杀 就像哈马斯带着 这件事情 哈马斯不是在以色列 能干的这件事情吗 那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的 抓过去 新强奸 龙奸 然后来把她杀死 这段事情中国人也干 也干 而且不是很远的中国人 就是当下的 干的事情 张志兴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就被这么害死 这是辽宁害死的 其中还有一个人 就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一位舞蹈演员 天鹅 王正齐刚才说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但是他是个很真诚的人 他写的文章 就不是那种像泰戈 或者说胡适 鲁炫他们那种 因为他写的是小心谨慎的 不敢随便说话 我们看一下 他讲的比较含蓄 天鹅之士 因为他是跳天鹅舞 对吧 看一下 阿姨 都白天了 怎么还有月亮 阿姨 月亮是白色的 跟云的颜色一样 阿姨 天真蓝 蓝色的天 白色的月亮 月亮里有蓝色的云 真好看 真好看 阿姨 树叶都落光了 树是紫色的 树干是紫色的 树枝也是紫色的 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 真好看 真好看 阿姨 你好看 我从今好看 不 你现在也好看 你的眼睛好看 你的脖子 你的尖 你的腰 你的手都好看 你的腿好看 你的腿多长呀 阿姨 我们爱你 小朋友 我也爱你 阿姨 你的腿这两天痛了吗 没有 要上坡了 小朋友 小心 不 看御元潭了 御元潭的水真轻啊 阿姨 那是什么 雪白雪霸的 像花一样的发亮 一二三四 白蕊 白蕊从心里发出一声金虎 这是天 这是第一个开始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叫白蕊的舞蹈演员 长得非常漂亮 大家知道吗 女 难得不说 女的跳芭蕾舞 是一般情况 都非常漂亮 除了人长那边 身材也很看 很健美 无论是哪个国家 就芭蕾舞的女演员 都非常漂亮 身材好 而且很有文化素养 对音乐 对艺术的把握 这种女人呢 我们今天就叫精品 女人正在那女 精品正在精品 也叫极品 极品女人 非常好看 这世界上都这么认为的 就是这个白蕊就是 这跟小朋友在哪里玩呢 在北京的一个叫御园坛 我给大家搞了一个照片 在网上下载的 我没去过御园坛 就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一个平时度假的地方 阿姨就是个白蕊阿姨 带着小朋友在玩 这是天鹅 东勇的叔叔 那是天鹅吗 是的 小朋友 他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自己飞来的 他们是哪来飞来的 从很远很远的北方 是啊 欢迎你白天鹅 欢迎你到我们这来做客 小朋友呢 看到天鹅很欢呼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这句话你抄写一下 这句话是这篇文章的核心 这篇文章的核心 是 是作家对这个女人的同情 一个女人长得漂亮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问大家 一个女人还是长得漂亮 也不一定是坏事 长得漂亮还好 她还有文化素养 还上场有艺术 有艺术细胞 中国人对漂亮的女 有一个词叫红颜薄蜜 就很同情 她的命运很坎坷 因为漂亮的女人怎么样 有一些人就会不择手段 我们普通人就很羡慕 这个女孩子长得好漂亮 将来要娶她做老婆 多好多幸福 那普通人只能这么说一下 但是有一些人就很流氓 有一些人就会很流氓 去伤害这些漂亮的女人 就不择手段地去想得到她 所以这位作家就很同情她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里面 就现在这个地方很寒冷 说她应该去寻找一个温暖 要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我们人类文明的标准 有人说什么叫文明 那个一个女人晚上如果不敢出门买东西 这个地方就肯定不是文明 知道吗 这有人说这挺好的 一个女人穿衣服比较随意的地方 这是文明 她不担心别人伤害她 因为女人不擅长打架嘛 她力量小 一万强男人你说锻炼身体吧 男人动了一个月肌肉鼓鼓的 女人锻炼一个月怎么样 她没什么肌肉 为什么 这个人的生理特色 她女人力量就差一点 就好欺负一点说男性 男人要保护女人也是这个原因 你做儿子的要保护妈妈 或者保护妻妹妹 这是你的天性 做丈夫的保护自己的妻子 做哥哥的保护弟弟 保护妹妹 为什么呢 你的力量大一点 这同情她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力量 同情她 飞过大兴安宁 血压的落叶声密林 闪当着恶文克足 受力篝火的红光 恶文克足我们又叫通古斯人 是中国人叫通古斯人 比如说我们的满族人 所以也是通古斯人一部分 原因就是住在大山里面 在俄国叫埃文斯基 埃文基伦 埃文基伦 白蕊去看乌兰诺瓦 乌兰诺瓦这图片在这里看 是前苏联的一个芭蕾舞演员 特别上场去跳天鹅舞 天鹅舞有种音乐 是采可夫斯基写的 可能同学可能很熟悉 叫他天鹅舞 我的音乐是一条不同 老师我弹钢琴弹过《四季小天鹅》 《四季小天鹅》 这种舞蹈就是很美的 加上配上这个音乐 我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是五言不全的人 大提琴的柔分拖起了 无懒若瓦的双臂 钢琴的露珠成为指尖流出 它柔弱的双臂附下了 又轻轻的挣扎着抬起了柏梗 柏梗 钢琴流进了最后的地路 再也没有声音了 天鹅死了 白蕾像是一个梦里 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 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看见吗 飞过呼伦贝尔草原 这个重复了 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 草原一片白茫茫 圈儿和依恋这家乡 这在写诗了 同情这个女孩子 也觉得她很美 当然是她本身就是 也很同情她 圈儿和依恋这家乡 又流去 她流去又回头 在雪白的草原上 画出了一个 又一个铁琴色的圆圈 白蕾考进了芭蕾舞校 经过刻苦的训练 她的全身都变成了音乐 其实她的美 她的气质 有的女人长得很漂亮 但不一定有气质 但有的女人不但长得很漂亮 她很有一种文化 一种优雅的气质在里面 这就更美了 就更美了 全身都是充分了音乐艺术 她叫天鹅之石 大提琴和钢琴的旋律 垂登着她的肢体 她的手指和足尖都在想象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你看她不停地说这句话 为什么 同情她 希望她能够找到个温暖 她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 也不应该生活在这么个国家 像这么优雅的女人 这么美的女人 不应该被那些当光的 而且流氓来找她 就这个意思 她应该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某某某 某某去看巴勒 当然应该是毛远欣 不好随便说 因为她是辽宽省省委书记 是吧 转过来很多绅士大群 是国务政治局委员 是国家政治局委员 这种人怎么样 一百人不敢惹她 我也没有惹过人家 某某去看了芭蕾 她用猥胁的声音说 这是她妈的小女人 那胸脯 那小女人 那么好看的大体 猥胁就是这种下流的眼神 一种流氓的一种态度 大家把这个字抄写一下 多猥胁 抄写一下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字 那个蟹字有点模糊 看不清笔话 我写放大一点 可以了吗 我只能放这么大了 可以了 写完了吗 写完了 她满嘴的酒气 她做了一个淫荡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这是第四次了 这是第三次了 第四次了 我不行 不是第三次了 为什么不停地讲这句话 在同情她 同情她 希望她脱离这种环境 脱离这种环境 如果你们家有个儿子喜欢物理化学 喜欢科学的 你一定要让她留学美国 在中国你会糟蹋 喜欢生物 喜欢这些科学东西 你一定要到西方去留学 你会糟蹋 我也会把这种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这太流氓了 我小老师在搞个中文研究 其实中文还好一点 没什么东西 我会受到很大的压抑 我现在也受到很大的压抑 这种你不能聪明的 我也不追求明的对吧 我要做个大作家 我肯定去台湾去香港 香港都不行了 去新加坡对吧 因为写文字比较自由嘛 我现在就跟你们上上课 写点文章打扫 能够生活就算了 天鹅在天上飞翔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其实暗示就是 文化大革命 增购的森林起火 啥意思 白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么漂亮的女孩 在反什么革命啊对不对 因为她说天鹅之美 就是天鹅之死就是美 乌兰若瓦就是 就夸奖了前苏联的这个舞蹈演员 他因为他自己喜欢跳这个歌 天鹅在天上飞翔 某某某成了工学队员 他每天晚上想出一声折磨野员的花样 叫他们背着床板在大街上面跑步 他叫他们做折损骨骼的苦工 他命令了白蕊跳天鹅之死 你不是说天鹅之死就是美 你给我跳 跳一页 露言机放出了音乐 音乐使他忘记了眼前的一句 他快乐 他跳天鹅之死 他看某某某 都可能不一定是六月 反正那个跟着毛远兴 他一起混得了结果 谁个名字我们不知道 他看看某某某某 发现他的下 Push 再桑塔在上涯之外 北京人把它这种长相叫地薄天 就表现成很丑 这牙齿这样做 他跳天鹅之死 他羞耻 他跳天鹅之死 他愤怒 他跳天鹅之死 他摔倒了 他跳天鹅之死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就是第六次 飞过太阳岛 飞过松华江 飞过华北平原 越东的脉力在身软的泥土 睡得真香 经过长谷飞行 天鹅的体重减轻了 但是翅膀上的增添了力量 天鹅在天上飞翔 在天上飞翔 玉湖潭在月亮 月光下发亮 这个话是我写的 它是用诗的方式表达 作者的这个叫白蕊的女士的同情 写得很含蓄 实际上就这个白蕊比较有骨气 比较有骨气 他不愿意做那个流氓的情妇 不愿意被那个流氓所威胁 所以那个流氓就折磨他 最好来把他变成个残疾人 就不能够再也不能够跳舞 只能够在舞蹈学校 或者做舞蹈老师 带学生出来玩 这个显得很含蓄 如果年龄比较小 肯定给你看得明白出来 就这个意思 这真好 这的水不冻 这的暖和 咱们叫做这个过冬好吗 四肢天鹅偏然落在玉佛坛上 这话也是我讲的 因为白天鹅比于舞蹈艺术家白蕊 白蕊转业了 他当了宝玉员 就是说不再跳舞 宝玉员就带小朋友 给宝玉员 他还是那样美 只是因为卓特曾经骨折 每到阴天下雨 就隐隐发痛 这上白蕊潭来了天鹅 他隔两三天就带孩子们去看一次 因为他自己喜欢白天鹅 也喜欢跳天鹅舞 他的孩子们对天鹅说 天鹅天鹅你真美 天鹅天鹅我爱你 天鹅天鹅真好看 我们来和你作伴 假意两青年带了一只猎桥 偷偷走进玉员坛 天已经黑了 一声枪响 一只天鹅毙命 其余的三只惊恐万转 一夜哀鸣 被打死的天鹅的帮女 第二天 一天不明不识 傍晚七点钟时 还看见她 帮夜里她飞走了 白蕊看着报纸 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地包天的脸 阿姨咱们去看天鹅 今天不去了 今天风大 要感冒的 不嘛 去 天鹅还站在 在那 在靠近南岸的水面上 天鹅天鹅你害怕吗 天鹅天鹅你别怕 国安上有好多人来看天鹅 他们在一楼 这个家伙这么好看的东西 你打他干什么呢 想吃天鹅肉吧 想吃天鹅 那哈马想吃天鹅肉吗 这么多一句话 伤害天鹅 就是比喻文革 这都是老艺术家 这些长得漂亮的白蕊 这些女士的一种同情 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 还把一些人变坏了 变得心狠了 和爱惜美好的东西 把这句话写一下来 就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人的伤害 它不仅仅是财产的损失 它也是一场道路的损失 人变得越来越坏了 这反思啊 这是作家的一个反思 有人说 那一字也活不成 写完了吗 大家把这句话写 写完了吗 我等一下 没有老师 还没写一半 我等一下 写完了 我等一下 还有一些东西没写 没事 我等你 没事 有时间 等待 等一分钟没关系 有人说 那一只也活不成了 天鹅是非常恩爱的 是那一只 那一只就找一个 寻找一片结实的冰面 冰面 从高高的空中摔下了 把自己的胸腹在肩瓶上撞碎 孩子们听着大人的议论 他们好像是懂了 又好像是没有懂 他们对着湖面呼喊 天鹅天鹅你在哪 天鹅天鹅你快回来 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泪 他们的眼睛发光像钻石 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星星 这是真的吗 眼泪怎么能够飞到天上变成星星呢 大家先抄写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这句话 眼睛发光像钻石的同情 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我等大家 再等大家一分钟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9点20过来 9点20过来 9点20过来 好的谢谢老师 嗯 嗯 耶和华我们呀 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会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是我们早早报的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声一声欢呼吸了 求你照着你是我们 受苦的日子和我们糟囊的年水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座位向你不忍献献 愿你的荣耀 向他们自尊显明 向他们自尊显明 愿主我们生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作曲 李宗盛 成些耶和华和颂 用你指考着的名 用神仙的乐器和色 用轻堂优雅的声音 造成庄严你的慈爱 每夜转严你的心事 这份唯美是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座位将我高兴 我要令你一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你的工作和祈祷 你的心思记忆起身 除了人不晓得欲望 人也不明白 而人茫是如仓 一切昨夜只能发光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 为你耶和华是直到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荷花你的城地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流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臭的草包 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二人手法 依然要发往路总数 生长路里把门的香坡树 它们在雨夜和花的殿中 法王在我萌生的院里 它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遥忘了指将二长发起 好鲜明 耶和花是真值得 它是我的盘事 再爱它毫无不已 鲍天下当香 耶和花欢呼 鲍天下当香 耶和花欢呼 当来像它歌唱 你们当小的 耶和花是神 我们是它造的 也是属它的 我们是它的名 也是它操长的羊 当成谢进入它的门 当葬慰 进入它的缘 当葬慰 进入它的缘 当感谢它 承送它的名 因为耶和花本为山 因为耶和花本为山 它的慈爱春宝永远 它的心事直到忘带 做它的缘录 我要想上去莫莫等 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 重造天地的 也很晚而来 他必不将你的脚要动 保护你的皮衣不大顿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灯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一匹泥 白日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 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灭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心里 你处理路燕 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处理路燕 你处理路燕 和华要保护你 赞钱现在遇见 尹老 produits呈测 赐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用智慧早天的 应他的赐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不滴在水上的 应他的赐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早晨大光的 应他的赐爱永远长存 他早日头光白照 应他的赐爱永远长存 他早月亮星输光黑夜 应他的赐爱永远长存 老师师父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看下面的 就是这就讲完了很残忍的一个故事 其实都以我对历史的了解来是 以我对中国社会的 我生活经历不是很丰富 我生活生了50岁了 这样的故事是指的同情 但不是最惨的 但不是最惨的 至少还有一条命 至少还可以生儿育女 可以嫁人 对不对 有一些你的比他更惨 你不再整个身体变成惨 不能不能再生儿育女 不能再结婚 别人也不敢娶你这老婆 因为你知道你背后的老板是谁 大家都知道的 虽然不能说 这个东西不能说 但是别人也不敢娶 你看中国很多店名现在 都四五四岁了 没有人敢娶 海外也有些 不过那个比较明显 没那么流氓 跟说那个老板 昨天有个叫肖强的 肖强的女演员 台湾的很漂亮 50岁了 也没人敢去 因为你以前怎么样呢 你跟说一下大老板 你吃香的喝辣的 你坐豪华车 住豪宅 哪个懒得配得上你 没这个条件 不敢去 那国内的人也不敢去 你背后的老板太厉害了 背后的老板 某个级别的官员 那别人呢 小伙子 饭吃多了 敢去娶你 对不对 这个女的就这么 还好了 就这样子 就说相对来说 虽然只是同情 最后一句话 也得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样子 这人世间的残忍 大家注意这种写作方法 写作方法 天鹅之死 它实际上重复的一个讲故事 你看这首篇文章的优点 我把它缩小一点 我们回一讲刚才老师给大家读一遍 没办法 只能再读一遍 因为刚刚大罗说的 就读一遍 读两三遍才好 我跟大家讲 开始的时候 故事开始的就是讲 这个白蕊阿姨带着小朋友们 他是养这个保育员 保育员就是说福利院里头的那种 带小朋友的阿姨 带他们去这个湖边玩耍 看到了白天鹅 大家很喜欢白天鹅 白天鹅比喻了这个女孩子 这个白蕊的一生 天鹅之死 因为他的舞蹈艺术生命 是这么完蛋了 被人家折磨 这个折磨的过程都没有写 只是大家很明显的结果在这里 变成残疾 一个好好的姑娘 变成一个残疾人了 然后被那个人掠带苦带 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这是人生的一个寒冬 人生的一个寒冬 这不是再惨的 我讲一个故事 这中国社会 但是这个作家写文章 他只能写到这个程度 你写多了 这文章就不能够发表 我们学习这写作方法 要同情心 不能够黑凉心 一个人写这个 给他看他重复六次 这个故事当中 乘服六次 天鹅在天上飞 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乘服六次 为什么乘服六次呢 同情怜悯 故事的过程就是去看天鹅 然后天鹅被一个猎人杀掉了 他们的小朋友哭了 然后他们保育员 这几个小朋友又回到了福利院里 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然后讲述了前苏联一个舞蹈演员 和跳天鹅舞的故事 然后整天插出了文革时期 这个女演员所谓迫害的过程 如果他顺存了 真的做人家情人 他可能不会这样子 他不愿意做人家情人 看不起了的人 很下流 无耻 这么一个过了 大家学习这种写出方法 那个优点呢 刚才就是六次重复 讲故事的过程中 六次重复这样的话 看到没有 我都给大家标记出来了 一次五次 六次 我们一个过程 然后用这种诗歌的方式 诗歌跟散文结合在一起写 整个来说是讲故事 到增进来插了一些这种石果 表达住这里那种感情 你们也可以学习这种写出的方式 我们这篇文我们就讲完了 大家喜欢你自己打印出来 去学优点也是这样子 这篇文跟这里还有一个优点 还多了一个优点 对女演 具对舞蹈演员白蕊 这个蕊这个蕊也可以写 写生这个蕊也可以 白蕊 深深奔情 希望她找到一个温暖的地 什么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我说多了一个优点 多了一个优点 这人的同情 这人的同情是人的本性 没有这种本性 跟那个畜生也没什么 一个人如果对别人不信 没有基本的同情感 这个人就不再是个人 给他深刻 没太多的趣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大家知道这个女孩子吗 这个女孩子吗 张伟杰 张伟杰毕业于清华大学 演员也是主持人 他主持一个节目 叫做阳光 叫什么阳光呢 以前叫什么城市阳光的 什么节目 大连的人都知道 他后来 他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突然失踪了 突然失踪了 然后什么时候找到他呢 就是在一个尸体展览会上面 大连有一个叫 哈根斯生物树画公司 那个尸体就是他的尸体 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这事情现在无内 这个信息包括百度百科 连来有个尺条都已经被屏蔽了 你想想看他人长得很漂亮 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大学 那个年代 九二人要考上清华大学的人 有几个 在经济为止 人要考上清华大学的几个 他就这么失踪了 变成尸体标本 都是个孩子八个月 八个月内也没自成标本 就这样的 那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啊 整治就这么消失了 很惨的这些美女 又有文化 又有地位 节目主持人嘛 对不对 我们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子生活 好 我们再学他另外一篇 把夏天我关掉 是冬天的故事 这篇就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他的那个老本事 就是聊赤和拉萨的 冬天来了的故事 万正齐先生写的 我们看一下 冬天冷了 堂屋里上了格子 格子 格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 一直在厢房里放着 大家你知道房屋里格子是在这些 现在我们这种房子就没有这种东西啊 以前老式的房子叫挡风的 现在帮出来刷洗干净了 换了新的粉莲纸 雪白的纸上了格子显得严谨 暗时了 好像生活多了一层保护 家人闲着 灯火可想 就挡风嘛 堂屋里头风本来很大嘛 有个格子什么呢 要分挡着 大家里头烤火啊 这方面的 床上呢 裁了文章的章子 铺了刀子 以前的床铺啊 它不是西门斯一样的弹簧的 就是下面是葡萄草的 每年换一次 我小时候看我妈啊 我们的床铺啊 比如说冬天来了啊 快来了啊 比如说明天后天要立冬了啊 那么呢 那刀草来 原来会晒得很干 把原来刀草来的床铺就换掉 一年啊 至少要换两次了 有的换两次 至少要换一次了 那就是之后才会舒服 我刀草有点香味啊 洗杖子呢 也调一个晴朗的好品 当品呢叫晒干 下部的杖子 仰在院子 夏天离得远 刀草长在一个布斗里 初步的和床一般大啊 不老刀草 喧腾腾的 就是软糊糊又软糊啊 那东西呢 夏天呢有点危险 我爸啊 我小时候记得我爸啊 睡觉 有一条蛇把我爸给压死 因为稻草还是很舒服嘛 那个蛇啊 你跑过去吧 去冲阳啊 干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然后我巴拉凉膝翻身的时候 把下面条蛇给压死 这是真的啊 那我们讲了讲解这一点害怕 暖和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 不过也还是冷的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 屋里不生火 但我们小时候都不生火的 那确实是这样的 也没就烤一下火 在被子里头晚上呢 涂了棉衣 转进冰凉的被窝里 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 棉裤啊 真冷啊 放到寒假会睡懒觉 他也是教书的吧 棉衣在铜炉子上哄过了啊 都这样子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给大家解决了 那个以前就是尤其是南方的 我们历史以来就没有什么暖气 它今天也没有暖气的 那么冷的地方呢 广东不用啊 你在湖南呢 四川冷怎么办呢 你这个棉衣 它有个睡眠睡货 你这个火先烤一下 烤得热了以后你再穿上 然后你再去睡觉干什么 起来来都是困难的 有些是 老师 我在奶奶家 我们在奶奶家睡觉的时候 冬天还很冷 我们就是把凉的那拖的衣服 晚上睡觉时放到被窝里 然后第二天早上 再从被窝里拿出来 然后就睡得暖和的 嗯 是 对不对 这是一个办法啊 棉衣红的热热的 穿进去真是舒服啊 我们家现在是那个木炭火 我们家现在木材比较多啊 就是把它封闭啊 就是减少一点氧气 封闭 然后上面来搞一个架子 就隔着在上面 那个隔着上面起睡觉 就比较暖和 或者那屋子中央没有暖气嘛 在这嘛 我们来说没有暖气 那个最想要什么办法 然后屋子真央啊 烧一堆火啊 熄灭了 火熄灭了 但是那个木炭还在 就晚上也很暖和啊 但是容易起火啊 容易起火 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 一般驱卵呢 只像铜炉子 角炉和手炉啊 角炉是黄铜的 有多眼的盖 里面烧的是粗糠 粗糠装满了 产上几产 没有烧吐的炉柴火 我们那里烧炉 叫炉柴的红灰盖在上面 为什么盖在上面带着呢 让它氧气啊 减少氧气 那火呢就烧得久一点 如果氧气太多了 那个木炭了 在炉柴火炉很快就烧完了 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 不一会烟进了 就可以盖上炉盖 粗糠慢慢延烧 可以惊很久啊 老太太们离不开她 闲来无死啊 就冬天里冷了 就摸摸紫牌 每个老太太脚下 都有一个脚鱼 脚炉里粗糠太实了 空气不够 火力尖卫 就用拨火板 沿炉边挖两下 粗糠来拨松 火就忘了 脚炉软人了 脚不冷 轴身不冷 这个是个民间俗语 你写一下啊 脚炉软人 脚不冷 这周身不冷 就是说啊 我不能大家 你们父母可能有感觉 我们小的时候去读书啊 我是80年读小学一年纪的 80年读小学一年纪 那冷的时候我们就带个小火 这个我们叫 我老家叫分龙 分龙子啊 就带着手里 然后呢 上课的时候脚呢 就踩在那个火炉上面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家长可能有没有这个习惯 脚踩在那个火炉子上面 那就比如说呢 真的脚不冷呢 就周身不冷 但是我们家乡的同学都是很苦的 大部分都是很苦的 没有那个火炉子 而脚呢 甚至呢 连绵一些的那种 就用那个布啊 裹着脚啊 就还是很冷 就是我们那个 那么长大的 过好日子 过这种平常日子还没多年 焦康的气味也好好闻啊 仿日本排剧啊 可以做一首诗 冬天叫 叫如焦康的香 手如叫叫如小 手如啊 大都是白铜的 我们没这么讲究过 没有这吧 讲究的是银制的 如盖不是一个圆窟窿 那都是镂空的神族梅花图案 家庭条件比较不错的啊 手如有极小的 中置碳机啊 碳机 就是碳的那个 以紫眉头引着 一个碳机能够紧一贴啊 这我没烧过啊 冬天吃的菜 前面是讲冬天烤火啊 下面来讲 冬天吃的菜 有无情菜 冻豆腐 咸菜汤 无情菜 他科平体地面 江南南南南南 位置的他苦菜 这种菜看到没有 此菜为 微苦 我的祖母在后院 披小片地 种无情菜 金霜 菜叶边缘做纸红色 味道苦中伐甜 写一下啊 超写一遍 苦中伐甜 无情菜与细油同煮 滋味难比 蟹油是大螃蟹煮熟 剔肉 加猪油炼成的 放在大海碗里 熬炼 凝成蟹冻 酒取不坏 可吃一冬 豆腐冬后 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脏 化开 切小块 与鲜肉 咸肉 牛肉 海米 或咸菜 同煮 无不加 冻豆腐 移放 辣椒 青蒜 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 只有青菜 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 美其明月 黄芽菜 很贵 大白菜不贵 不知道它能有什么贵 它可能是从 从山东运来的 运飞很贵 大白菜不贵 这到哪里都不贵 是吧 我哪里 多少钱 多少钱 你们现在多少钱 大白菜 一块或者九毛 这么贵 不是深圳的都是一块钱 这便宜的是二不五毛 一般都是两块 那你们比较贵 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现在我这几周 我这几周 我们就买过白菜了 我不知道多少钱 几周 反正也很便宜 还是很贵 我不知道说 青菜是油菜 高 高二次 一年四季都有 家家都吃的菜 咸菜都是用青菜腌的 阴天下雪 喝了咸菜汤 不能吗 这是讲吃的 前面是讲 烤火取卵 第二部分 这个呢叫吃的了 不要拽笔记 我忘记了 哎呦 太过了 老师有说 我忘记了给你们了 这里是讲的 第一部分 所以讲呢 取卵 冬天取卵 第二部分呢 就是呢 如何吃 吃好 第三部分呢 叫玩的 冬天的游戏啊 提剑子 刷子下逍遥 逍遥是一种 重方形的白纸 木板上来印出螺旋的双道 双道之间印出八仙 马 兔子 鲤鱼虾 每样都是两个 错落排力 不宜次序 完的时候 各自同情 或向其指 为辞 至 在至 这就是至 至头子 如果头子是五点 至骑马 出鼠起 向前走五步 使兔子 这可向内圈 寻找另一只兔子 以指而压在上面 下一轮开始 自理圈 兔子出鼠起 如是上六点 近六步 也许是铁拐鱼 在另外一只 就寻另一个铁拐鱼 把折压在那个铁拐鱼上 如果 数字 理圈的什么图上 折到外圈 上去走 退回来 点数够了 择人进终顶 这我们也类似这种游戏 这扔子往前走 扔子往前走 扔吉利 就这样子 伺候人错了 进碰到个什么 就后退 二加三加 这两个人玩可以 三个人玩也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逍遥 这是 第三部分 我儿子和女儿 他们在一起 我也是给他们玩 我们是用透明珠子 很透明的珠子 一个六盘线的棋盘 六盘线的棋盘这么晚 跳棋 我们现在在跳棋 就是跳棋的一种原始的一种东西 老师 我发现一个东西 你说 就是冬天的游戏 他们趴在雪地里玩吗 在家里玩 在家里玩的这个 室内游戏 因为冬天你现在在城市里头 你没有感觉 他这个写的基本上都是在农村里头 冬天农村里头道路 它没有樱花 没有水泥路 没有水泥路 那么冬天尤其是江南 它也属于南方 那么来会到 经常阴雨绵绵 我们大家也没体会 在冬天里头 你在农村里去 阴雨绵绵 外面出去很不方便 不需要冷风吹 然后路面上 人家又有烂雨 衣服很脏 但很多时候人 都是在自己屋子里头玩 所以他说的游戏 都是室内游戏 外游戏 一般城市里头 外游戏多一点 你必须要路面比较硬化 你必须要广场 对不对 有公园 我说你如果到处是烂泥吧 你也出去不了 是这个意思 早起一睁眼 藏火纸上烟火缓的 下雪了雪天 他后院去摘烂梅花 天柱果 天柱果你看到没有 这种红红的果子 叫天柱果 估计是印度 印度过来的 明红色的纳梅 新红色的天柱果 白雪 升级盎然 大家写下这个成语 大家写下这个成语 升级盎然 纳梅开了很久 天柱果油为辣酒 插插平潭一会 仅然半个月 看到吗 这是外面出去 刚才是游戏 这是呢 一记了还是 老师 他在那个天柱果干嘛呀 吃吗 天柱果 没看到吃啊 大家都是应该 应该做观赏 我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啊 可以玩插带游戏 他基本上就是插带家里 一个装饰的 有没有人吃我不知道 这种风景啊 比诗部分呢 是讲来了冬天的风景 然后呢 又搞吃的了啊 他很喜欢搞吃的 我见过了 特别爱吃的人啊 普通人爱吃 没有什么啊 我也不讲人家啊 我见过一个朋友啊 不像神的啊 特别讲究吃啊 那么呢 他人身体本身很壮 200斤 不到一米七的身材啊 脸上的肉啊 这么往下掉 他特别想走到哪里 他要吃美食 当地有什么美食啊 好酒啊 他也要吃 对吧 他现在我今年上半年 他说我的人生呢 没什么追求 他离婚了啊 离婚了以后呢 他孩子的时候 像是给那个老婆带走 他是潮州人 是潮州人的 上头人 就在深圳 开了个酒吧 搞吃的 他自己喜欢吃 酒吧里头有很多的美食啊 中国有什么好酒 西方有什么好酒 他也都有啊 然后呢 他走到哪里呢 一定要吃到 当地好吃的东西的 特别讲究 我邀请我去吃 对不起 我没这个兴趣啊 我觉得我已经吃饱了 我没这个兴趣了 没兴趣再吃了 我也不想把他自己吃 员工滚的啊 他就找几个好伙伴 去搞吃的 这个万正奇先生呢 也是喜欢搞吃的 葱粉吃 现在又讲吃的啊 有一家邻居啊 有一家 对啊 这个葱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葱米的葱啊 看到吗 我特别过来 我怕同学没见过葱 是什么的 以前那个啊 你把那个东西磨葱粉了 磨葱酱 就这个东西呢 看到吗 那个做磁吧 磁吧这东西做出来的啊 这个葱啊 葱里头有些的还挨一些 就打碎啊 这个叫对啊 一个石旁啊 大家抄写一下 免得忘记这个词语了 同学们抄写一下这几个字 这个东西叫对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东西你知道有什么用吗 实际上他那个还没凑完 啊 啊 那对是干什么用的 带着 对 那个柴油啊 东西啊 把它 免税啊 也是这个对啊 一个村了 往往就一个对 然后呢 这种东西 一般放在哪个地方呢 在以前放在祠堂里头啊 比如说我们姓萧的啊 在萧家祠堂里头 而且你的在李家祠堂里头 要大家公用嘛 你一家一户人搞个这样的对 也要搞个冲啊怎么样 没必要嘛 你二十户人家 你就农流去做啊 后来啊 1949年以后呢 那么这种东西呢 慢慢的就没有了 他用那个 有了粘米鸡啊 后来中国有了粘米鸡 还有那个打酱鸡啊 就轻生了很多了 现在都是打酱的鸡啊 说是打酱鸡 你见过打酱鸡吗 我给大家解释了 这米酱啊 你要吃新鲜的 但是你在超市里头买的这米酱了 你做瓷巴吃的 他有添加剂带着 有添加剂啊 还有什么保鲜剂啊 什么的 就这种材料不好 就不健康啊 你要做那种瓷巴吃好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打 当然你自己这么捣碎 就是太麻烦了 你应该是捣到什么时候呢 有人又累啊 你妈又很有力气的 就去捣 小人说这是我爸啊 和我去捣啊 然后呢有这个炸酱鸡 就就 不知道这是炸果 这个炸酱鸡啊 有人人身体这么大 然后呢 那米放进去了 一个很大的像那个水桶样的 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矿泉水 水桶样的 隔着那上面 半个小时可以捅一桶酱出来 或者十几分钟搞一台 打酱鸡啊 那么一般一户人就来叫 我们小时候就说肩膀呢 我爸爸去调一档啊 调一档米酱啊 他一桶那种泡了的米酱 泡一两天啊 然后到时候打酱鸡来来 给你打成那个酱 然后回来来做年糕啊 不叫年糕 我们老家叫瓷巴 叫瓷巴啊 叫米糕啊 这些东西啊 然后也油炸了 过年了嘛 就是这样的 你们这么搞吗 可能你爸爸妈妈我在讲 你爸爸妈妈可能有感觉啊 你可能没感觉就这样的 因为现在比较机械化了啊 但还是要不要买 我这个要插上 你买的这个东西啊 天价介绍什么鬼民团的东西 你自己搞了那种米啊 你把泡来去炸 但是你还有没有人打酱鸡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一般那种有巷子的地方 他有这种东西 有这种服务啊 就讲一下 除了一架 一架队 只有一些摔子 这米酱摔的还有些锣 彩带 彩队很好玩 你讲一探 自己扭一下 那个队子就摇 你看到没有这就前面这个一个 这是个队嘛 就是打那头彩看到没有 一彩 蹦的一声落在队窝里 粉子冲好以后呢 可以中粉 就做年糕饼 糯米粉为地 包一些豆沙白糖 作为饼在锅里来烙熟 搓圆子就成汤圆 现在汤圆都是买的对不对 买的整是价 现在我们国家食品天下价实人员 如果有机会呢 时间不是很紧的话 自己去搓是比较好一点 就搓汤圆 冲粉子就预备过年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最后还是讲吃 第五部分 这预备过年吃的 还是讲究实人员 这里文章开始的时候 讲吃 最后也讲吃 就说明了这 从文章题材来讲的 这个前后照应 从作者的心情来 这种人讲究吃 在中国时候 我以前大家讲个名称名 中国历史 从明朝开始 明朝 清朝 到本朝 我们现在 知识分子 慢慢的被淹了 就不敢的 讨论国家大师了 也不敢的 也不愿意去追求 什么崇高的理想 因为为什么呢 有文字 你说了什么话 就成为你的 定罪的工具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就追求什么呢 赐贺玩乐 赐贺嫖赌 因为你不能 别人高上的东西 你不能要追求 你追求理想 别说理想跟你追求 你敢追求 你想写一些 改造人形 你敢写 写完了收拾你 就写些什么东西 赐贺拉撒的东西 怎样吃 在各地的吃的分数 这么讨论这些东西 这应该是蓝色的 我标记错了 绿色的 预备过年食物 冬天的游戏 搞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 就是什么追求吧 这个过去七八百年 就是这样的 郑洁有一些知识分子 出了一些头像鲁勋 胡适 他很快在1955年就打下去了 就写这些冬天的故事 吃哈拉撒的 求助怜悯了 对 那我不信耶稣的话 我就两整结构 一个我写跟他一样写完整棋的 另外一个我去坐牢 这两整可 我告诉大家 我不信耶稣 只有两整可的 要么去坐牢 要么想完整棋 写些吃喝拉撒 在什么段子上 这些吃喝嫖毒的东西 就这样子 你还有什么追求 你告诉我 我就能追求什么 我能追求什么 没得追求 追求了你就去坐牢 你不追求你就写这些吃喝拉撒的东西 我现在还嫌弃养儿育女的 嫌弃信仰方面的追求 这东西 或者说写了一个国外的东西 那国外的东西办我啥事了 我能管得着吗 我不会写 我这就叫自行合议 我支持乌克兰 我真的会支持乌克兰 对吧 我不是说嘴巴上的支持乌克兰 我不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叫王振齐啊 我这个诚实的人 我回开了 我就写这吃喝拉撒的东西 就这样 要不就去住牢了 住住联名 我们这个社会就这样 好 我们重新回忆一下 他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 就这个意思 一样的 语言短小惊悍 成了各种活泼的短语 我很欣赏他的典雅通俗 真诚 就是我那个真话我不能讲 那我也不想去讲假话 你不让我写那些高大上的文章 不写那些有故有名的 那我就写那些 这是我很真诚 真诚的生活 当然这一切也是神的恩典 能有 那个所罗门说一句话 那个传道是什么 人生在世是什么呢 莫过于怎么呢 劳碌着 吃喝快乐 我们不要轻看别人 那经文是怎么背的 吃喝快乐的经文呢 嗯 日光之下是吧 莫过于是吧 劳碌 吃喝 我经文的原话 我已经背不住了 在传道书里头讲的 劳碌至于就是吃喝快乐 这也我们不轻看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好 我们今天呢 也讲 会讲到这些 大家也没什么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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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没什么疑问 各位同学 你们也没什么疑问 没有 作业是这样的 作业就是你观察你的冬天 你们吃什么 玩什么 模仿这个 你模仿王振齐的冬天 你背着天鹅之舞了 那个太懒似了 听到太悲伤了 你模仿王振齐的冬天 你呢 写一下你的冬天是怎样的 好不好 写写你的冬天 好的 老师知道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就是帮助我们同学 写好这篇文章 写好他生活端正的 吃喝玩乐的事情 我们也不轻看这件事情 因为日观之下 我们人生的快乐 莫过于劳动之余 享受自己劳碌的 吃喝快乐 这也是祝你的恩典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 谢谢